公園開心跟狗狗玩耍非常的療癒 但也要特別注意了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來到公園 除了人可能會中暑之外 也要預防狗狗會有身體狀況 玩具球拋飛空中 毛小孩跟著起飛 消耗體力玩得過癮 但夏季陽光曬不停 狗狗也要預防中暑 有六大徵兆得注意 包含過度喘氣 呼吸困難 疲累沒精神 或是不願嬉戚 流口水甚至呕吐 我們盡量還是會避免 牠們不要再可能正中午 那通常太陽太大 我們就不會帶牠們來 前不久醫生是有教我說 每天都固定去摸一下牠 正常狀況下的體溫 才可以判斷 在危急的時候判斷出說 牠現在是體溫過高 或是有其他狀況 不少四組六狗都會配備補水瓶 因為狗狗不舒服 無法表達 就得隨時留意愛犬狀況 專家說只要寵物中暑 存活率僅有50% 急性中暑的話 牠的存活率是很低的 因為牠併發症其實很多 包含像因為急性熱衰竭 造成的一些身體蛋白質的變性 包含牠體溫異常上升 之後造成酵素的一些變性 那再來狗狗會有一些異常出血斑 會有臨血功能異常 狗若看似中暑 受醫建議可漸進式餵水 但不要餵冰水 之後再用少量冷水塗抹身體 但要切記別用濕毛巾 蓋在狗身上 還有幾種 平種犬是中暑 高風險群 像是英國 法國鬥牛犬 八哥 還有黃金獵犬 翱犬 松屍等因身體結構和毛髮豐厚原因 都不亦承受高溫 若不想讓毛小孩受苦 四主就得把警覺提高 隨時留意 再次新聞 王成為 蔡君旗 台北報導